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麻人妻羽慕 我今天要来讨论一个话题 其实比较严肃 是关于像我这种外国人 在马来西亚生活的话 是否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保障 包括医疗 生活各方面 像我这种情况 加过来这边其实是放弃了国内的工作 等于也放弃了国内的无闲医金这些保障 我的家人朋友也会担心 像我过来马来西亚之后 假如生病了 或者发生一些意外情况 应该要怎么去应对 所以对于保险这一方面 我刚过来的时候是很迷茫的 那我有去查过相关的资料 就是关于外国人在马来西亚 怎么去购置一份保险 为自己添购一个保障呢 那我今天邀请到了一位 在马来西亚帮我处理保险的朋友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外国人在大马是怎么样来 购置自己的保险 哈喽大家好我是John 基本上我是在罗来西亚存储保险行业 那我想问一下 像我们这种外国人在马来西亚 像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我是嫁过来的呀 然后有的人是办理那个第二家园计划 还有一些是可能过来旅游 或者说短期居住之类的 都是可以在这边买保险的嘛 都可以 就比如说如果像你嫁过来的话呢 通常如果是没有公司的保障的话 我们都可以建议说自己规划自己个人保险 那么如果是来自第二家园的那个计划 其实在第二家园里面 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他们必须要买一份保险 那么政府还会去处理他们的申请 就等于说他一定要先买一份保险 政府才会批准他们来办理那个第二家园 对 至于旅游呢就不必了 去旅游的时候 你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买一个旅游行 在旅游行里面你来这边是短短的几天 所以回去有什么理赔 也是用有限的 其实对于如果有在马来西亚长期居住的外国人来说 最好还是要给自己购置一份保险 会比较有各方面的保障 如果大多数外国人进来 我们最基本的就是会建议一个医疗保险 因为在这里有什么事情的话 至少你也是要得到治疗的 所以治疗的话我们有两个方式 一是去政府医院 另外去死人医院 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在马来西亚的话 身为外国人可能有支付 所有的费用 就等于说我自己一个人就要承担所有的费用 但是我听说好像你们本地人在那个政府医院的 医疗费用是很低的 对 本地人在政府医院呢 如果你是说 你能看病大概一块钱而已 一块钱 一块钱而已 然后 他令人震惊了 现在有一块钱就能看病 啊 只是说那些器材 比如说那些医疗 身为外国人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们去私人医院 其实政府医院跟私人医院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只是说在政府医院因为人潮很多 刚才我有提到说 医疗费那些都很低一块钱 但是马来西亚人的福利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政府医院 如果在紧急状况去到政府医院的时候 你需要等待 所以他没有办法立马给你安排 对 但是他的医疗设备是非常好 而且是数一数二 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两间医院的那个分别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在私人医院的医生 都必须要经过政府医院实习 一阵子过后才可以出来去政府医院 有些器材或者是有些专业 只有在政府医院有 在私人医院会没有 只是 政府医院人比较多 要排队 对 所以经济时间都是去私人医院 如果他们是长期定居在马来西亚的 我就建议他们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保障 跟马来西亚人差不多的一样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医疗险 医疗险 还有一个人收保险 还有一个重疾险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这三个的保障的那个目的都不一样 医疗险是付医疗费用 医疗费用 重疾险呢 就是说你在患上36种疾病或者重疾 比如说癌症等等的时候 他会赔你一笔钱 而这笔钱是会代替你的收入 因为通常重疾可能 就没有办法去工作 也没有收入这样子 是的 所以他以前可以代替你的收入 至少你有一笔钱可以过你的生活 或者是买一些补品 对 而人寿保险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债了 这个钱就会留给你的家人去过他们的生活 所以这个叫人寿险是这个概念 那其实像我呢 之前在国内的话 有工作嘛 都有五险一金 所以也没有什么私人保险这种概念 这一部分的知识是很模糊的 然后来到马来西亚呢 买了保险之后才懂得说 我要了解我到底受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保障 其实不会很复杂 所以主要有一些文件他必须要提供 就比如说护照 护照 签证 还有一个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定居的地址 地址 所以其实具备这些就可以买保险了 一个外国人如果他在马来西亚有收入 而且他在外国也有工作收入的话 他必须要提供一个我们叫做定 number 定 number 翻译过来就是收入的所得税的一个频道 这样子的话申请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复杂 但是在理赔的话会很复杂吗 而且对于外国人来说 在这边其实有些人 他办理第二家运过来是没有认识的人 会不会因为理赔的问题 然后就产生一些纠纷之类的 最重点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这个保障有什么 而且在申请的开始的时候 你必须要提成你自己的健康报告 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要根据你说的保障 然后必须要符合他的条款 通常理赔最多就是医疗保险 所以必须要得到医生的这个确诊数 如果是符合的话那么就可以 这个过程会不会很长 如果是顺素利利的话呢 全部都已经符合标准的 就是在两个礼拜到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这样快了 这个收赔的额度在一年呢 本地人和外国人的一样都一百万以上 如果你有进院需要做到任何治疗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以这里的一百万额度去做这个索赔 当然这个一百万有些东西是不能够理赔的 比如说那些药或者他是处理你进院的那个手续费 其实那个数目也是很少 所以他是有这样子另外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这个年限度其实是根据在大马这个医疗的费用的幅度来定的 所以这个一百万是一个最基本的 那么如果用完明年还会再用 等于说他每年都是有这样子一个额度让你去实用的 比如说你用完就没有这样子 当然你在这个买保险的时候要注重的东西就是说 你要看好里面的条款 什么有保什么是没有保 身为我们保险人员我们会跟顾客交代清楚 那么顾客的话当然也是要看好说这个条款里面有什么 这样是对大家就比较公平 所以大家在买保险之前 一定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你的那个保单 看清楚上面的一些细则 这样子的话那以后的索赔当中呢 也才会比较的顺利 以我个人而言呢 刚开始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也是觉得说好像不需要在这买医疗保险 因为在中国其实我也还有其他的保险 然后后面才发现其实中国保险是在马来西亚 是不可以使用的对不对 其实大多数的保险公司没有这个跨国保障的一个 都是只能在你本国使用这样子 就比如说你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医疗保险 都要为自己做好一个规划 不单单只是保险而已 你对于这边的一些讯息 以及外国人在马来西亚的一些政策 你都要做好全面的了解 我之后也会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验 在马来西亚需要做的一些签证 以及各方面的一些讯息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外国人在马来西亚需要知道的一些资讯 可以在底下留言问我 今天也感谢Joan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关于外国人在马来西亚购买保险的资讯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及时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我是一号羽木